Ry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蒙古對上高冕 好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蒙古這個文明 蒙古文明的話打力有外加成 他的打力速度會很快 那吃這個大象啊鹿啊 或是駝鳥這類的野外動物 這個採集支援速度會快一點 就會一直跳著跳著跳 採集速度快一些 那他的肉碼呢血量是很多的 還有他的草原騎兵 都會有一個免費的加成 所以蒙古打馬弓跟駱駝 還有肉碼 肉碼跟草原騎兵 算是比較強勢一點的一個特性 那除此之外 他的工程器也是相當厲害的 因為他有可以讓工程器加跑速的科技 所以他那個衝車就變得加布了 跑得超級快 想撞拿就撞拿 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高冕 高冕也稍微講一下 高冕比較核心的科技是種田 他的田你想撞拿就撞拿 不用蓋在模仿旁邊或TC旁邊 那也可以直接把食物放到TC裡 那算是一個異次元農田的一個概念 那我以前我是蠻喜歡玩高冕的 但高冕他沒有遊俠 所以他其實打到後期 是有點小尷尬的 因為他打騎兵沒有說特別特別的猛 但是不打騎兵的話 他又感覺特別爛 打搭相的話有種會戳爆 所以如果他玩奴炮的話 超多性又太難一點 好剩下一題高冕的金罐 他的奴炮是可以射兩發的 那他的寶兵奴炮相也可以射兩發 所以高冕算是一個 我覺得算是蠻進階的一個 玩家會玩的一個文明 也不太適合新手 雖然他那個科技都蠻特別的 但真的算是一個高手在玩的一個文明 一定不太適合新手去玩這個文明 很容易會出大事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科技線 也算是會有個瑕疵在 只能說瑕疵 因為他近戰能打的就只有那些 就是馬嘛 跟大象 導致於他玩步兵的話就會落賽 所以就會很難玩 對我來說啦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 瘋狂轉兵的玩家 什麼都出 欸這邊幹羊居然還幹到啦 我想說奇怪到這邊前面沒有出棒棒 就有兩個點 好像這邊是幹羊幹走兩隻 還是這兩隻羊就是他的啊 欸看起來是耶 啊他只是把這個羊幹回去嗎 算一下 五隻 欸 欸 真的看不太懂 這是幹對手的嗎 好像是幹對手的耶 因為這邊蒙古有趕鹿喔 很專心在吃這個鹿肉 因為剛剛前面有講到 蒙古打力有加持 所以吃鹿肉跟大象是首選 那肉類取得早一點的話 那你出棒棒或升級都會非常非常快 那之前還蠻流行一個蒙古打法 就是極速肉馬 17匹的喔 還16匹的喔 我已經忘記了 好像最高是16匹還是17匹的樣子 喔那速度超級超級快的 對方連上封建時代的時間都還沒有 那個沒有維持跟差 沒有意識到的話真的會出事 不過通常16-17匹 上P速的那個時間點還蠻明顯的 只要你在黑三時代有注意到 欸 他在奇怪的時間上封建了 那你就可以意識到 欸這個人打極速肉馬 那就會有個問題 問題就是他經濟很爛 這時候你只要把自己的果樹阿 木頭這邊維持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個極速肉馬 就只會繞塞 然後經濟還會很差 好 那講這麼多 不過蒙古這一招也不算是一個非常主流的打法 所以有機會的話再來跟大家討論 那這邊蒙古是選擇19匹上封建 那高敏這邊更狠 18匹就上了 兩邊都在打這個 極速上封喔 都想要打一個小小優勢出來 有可能高敏這邊是怕對手極速肉馬 也有可能 因為這個算是蒙古優勢的一個玩法 但是能打到東西的話 才有用 沒打到東西的話 這個戰術就沒太大意義了 好那這邊高敏帥先點下來 一擊伐木 那這個三棒棒過來應該打不太到東西 好這邊是先下馬舊 先打馬舊的話 問題就是 他的 肉馬 打這個棒棒會比較難打一點 而且這邊是有要升裝甲的 那這邊 只靠肉馬去打這個裝甲的話 可能會打到火或血流 而且這邊還有長槍兵 好 但是肉馬並沒有是想要去解了一手 瘋狂往對手家裡衝 好這邊拿一村過來修這個馬舊 好 那肉馬聚集的數量越來越多 好來到了三隻四隻 第四隻追趕過來 這邊就在拆 那蒙古選的戰法算是中規中矩 有下這個射箭場 想來做進一波的攻勢 但可能蒙古有考慮到對手是高敏 因為高敏是可以躲在房子裡 所以就算出小宮 這個村民這邊被鬧 還是可以進房子裡面避難一下 所以感覺問題不大 好這邊肉馬直接硬 硬砍這個長槍兵 雖然第一次損失了兩隻肉馬 三隻肉馬 但是也打掉了一些東西 那這邊小宮的數量越來越多 肉馬的話效果就沒那麼好 除非要點上一房 但看這個情況 現在要點一房的話可能會出事 還是要趕快轉出這個戰毛 唉唷 這個射箭場我在幹 好那這邊肉馬直接硬砍這邊裝甲 唉唷 這邊趁這個裝甲還在砍房子的時候 後面偷砍一波 所以這邊肉馬 只有傷到一半的血量而已 好那這邊小宮過來 沒意外的話這邊直接進房子就沒事了 唉進房子唉進房子 舒服舒服 能進房子就是輕鬆手 輕鬆手 想怎麼鬆就怎麼鬆 反正我進房子你什麼就打不到 好那這邊戰毛過來 好這邊肉馬直接鑽一個洞小龍進來打 還是這邊有大量的弓兵 肉馬再往前貼 而且這邊提示已經射成了 肉馬的數量只剩下兩隻三隻 這邊戰毛過來解這個弓兵 那這邊KD值兩邊一村都沒死 哇 兩邊的交戰來說算是相當厲害 能達到這樣子互相傷害 然後兩邊一村都沒死的情況很少見 就代表說他們進攻跟防守都做得蠻到位的 但進攻來說的話可能會稍微弱一點 也有關係是因為高敏這邊有可以躲房子喔 不然有可能大部分這個情況 弓兵手一過來通常會死個一兩村喔 那這邊高敏能躲房子的能力實在是太好 所以我才說高敏並不太適合新手玩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真的是蠻進階的一個我命 並不太適合新手去單調的出兵啊 或是單調的操作 可能會問題蠻大的 好那這邊小宮還有在出嗎 看一下 欸有在出 出到了八隻 那沒有在點了 這邊應該要趕快點一下城堡Style 哇蒙古這邊經濟有點慘 那因為蒙古本身算是一個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那高敏算是 這個易去的農田就是他的加成 所以導致這邊經濟上有點 落後高敏一點點 但落後時間也不一定不長 大概落後一分半 還行還行 那一分半的話 但是高敏也沒有打小宮喔 所以導致這邊戰錨 好即使到城堡時代也沒有打到太多東西的感覺 也只能小小鬧 騷擾一下 好那看到對方也要快到上城的感覺 趕快先回去 這邊騎士居然沒有直奔蒙古 欸 居然沒有打到時間差 那蒙古這一朵小宮就拖到時間囉 拖到這個騎士出門的時間 好 那這邊攻城七製造所在前面蓋了 蓋了 但是蒙古這邊才剛要上城堡時代 好城堡時代上了之後 點下一級弓 還有一級馬凱都點下 一級伐木跟一級龍蹄都點了 好那高敏選擇經濟型開局 二級彩金跟二級伐木都點了 但是蒙古這邊打的是草原騎兵喔 哇這個血量非常非常多 OK那這邊騎兵跟草原騎兵 硬打結果的話 我覺得騎兵會更有優勢一點 但是草原騎兵本身有這個 1射程 射程是比騎士多一點 那體質上來說草原騎兵 防律跟攻擊力都是少騎士一點的 那靜遠防都少1 那攻擊力也少一點 而且血量上並也沒有比較多喔 那是因為蒙古本身草原騎兵 是有一個加成在的那個血量 所以看起來這個草原騎兵 打騎士很有效果的感覺 好來看一下這邊直接硬戳 高地戳低地 喔唷這傷害有點高喔 直接捅到頭破血流 OK 那這邊草原騎兵打這個戰毛 威力非常非常猛 草原騎兵其實不太常見喔 最主要是他的體質真的是不太好 如果真的要出的話也是 只有玩蒙古的情況下會出喔 不太可能去玩什麼打打之類的 出這個草原騎兵喔 個人還是比較覺得 蒙古的草原騎兵比較強一點 中間你看這邊少量的草原騎兵 如果被針對的話 可能就會像這樣子喔 直接被砍白癡 而且還突出優勢 所以這個草原騎兵出的那個點 算是蠻敏感的喔 啊順帶一提啊 草原騎兵的造價很便宜 基本上跟一隻 靜泳沒什麼兩個樣子 大概比靜泳的錢再多一點 那個民兵喔 不要講靜泳講民兵 那這個血量加30%的血 真是蠻多的 因為其實你不是玩蒙古的情況下 這個血量可能不到70滴 75滴都不到的樣子 這個草原騎兵蒙古來玩的話 就可能快要到100滴喔 差2滴就100滴了 那這個血量跟120滴的騎士比起來 就會能堪比一下 就不會那麼相當弱勢的感覺 因為這個草原騎兵 剛剛前面有講到 造價便宜 所以意思是說 他可以比一般騎士出的量更多一點 是更會有優勢一點的 先體是要量有血 量沒有血的話 這個海獅龍被騎士壓著打 而且他本身的操作也要夠細膩喔 不能一直讓他隨便正面硬鋼 原來正面硬鋼的話 很容易也被騎士直接吃掉了 原來剛剛有說 體質本身就已經是輸騎士了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硬鋼的話 也要數量夠大 如果數量夠大的話 草原騎兵草有優質喔 原來數量夠大的優勢 就是他的異攻射程 攻擊力有加一個射程 所以導致他在騎兵重疊互尻的情況下 他的輸出空間是更廣闊一點 也比較好收掉這些奴兵阿 或是戰錨阿 那通常啦 最常看到的打法也不會只出草原騎兵而已 還會出點肉馬 或是駱駝 來去當肉盾 那草原騎兵其實是在後排輸出的概念 好 那來看一下草原騎兵 想要來騷擾村民 但是TC 唉唷 這邊被防治堵了一下 但是這邊有生防禦 所以這個被射還沒有那麼痛 這邊二防也點下了 但是這邊高面繞了一波騎士 直接來砍這邊村民 但是家裡沒有任何的戳戳 也沒有草原騎兵 只有一隻僧侶 好的僧侶造了一隻兜 但是有大量的村民就被對著砍 血量都非常非常的低 哇這邊大量的村民 死去目測死了六七村有喔 有點傷喔這一波 村民樹有點被破 差距20村了 哇蒙古這邊經濟太慘啦 好那下面這一波也被鬧到 但是這邊有少量的草原騎兵過來防守 順利守住這一波 其實沒有招到 看一下把他來照一下落單的 欸這邊村民放回去之後 還被收掉 唉呀 這個 有點慘 大概 直接被拉開了這個村民差距了 但是這邊有一波草原騎兵也在 高免加互相傷害 但是高免 好處就是可以躲房子啊 那個村民受傷程度就沒像蒙古這麼誇張了 但是草原騎兵的易東射程 導致這個殺村民的速度效率也是非常非常好 好那兩邊互相傷害的結果 看起來是 高免拿下了一點優勢 因為村民速度是多一點 但時間一拖久的話 高免還是有他的經濟優勢在 蒙古本身就已經沒有經濟加成的一個狀況下 這個村民又落後 可能真的要突到大後期 然後歸到這個蒙古突擊成型 正面部隊能跟對方硬剛扛下來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逆轉 然後在這個時期其實是蒙古最脆弱的 沒有蒙古突擊的成型 然後打落腿也沒有特別強 然後打草原騎兵的話 又有可能被打爆 哇這邊騎士又再來一波 哇 這個騎士又進來砍個一波 草原騎兵過來救 聖女來招俠 能招到這兩隻沒問題 OK再招一隻 這隻要被招走了 這隻血有點多 然後又招到 OK 好那這樣子的話 應該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右邊這邊草原騎兵再回去 再繼續騷擾 結果前面這個BK 蓋了一台奴炮之後 沒有蓋駝子色 就沒有想要去打正面硬剛了 直接擺給兩百目的概念 好那家裡 還是看起來蠻慘的 但至少3TC開了起來之後 這個村民產量就會正常一點 那時間再慢慢拖的話 兩邊也不太好打 OK這邊騎兵在正面硬剛 但是草原騎兵的血量還蠻多的 而且二房也升好了 所以這邊騎兵打起來 並沒有那麼多的舒服 但是草原騎兵本身 還是硬剛不過這個騎兵的 還是要來走位一下比較好 好聖女過來招一下 招有看到這個聖女在招嗎 沒看到又被招走一隻了 欸 居然沒招掉 插一下 然後這兩隻騎兵又抓到村民 哇蒙古到處村民被抓啊 終於受不了不出草原騎兵了 終究還是要出點肉燈在前面砍喔 不然草原騎兵真是受不了歧視的進攻 第二波騷了想要再過來攻擊 但是草原騎兵利用這個窄口 再加上這個射程 有稍微拿到一點小小的優勢 但是如果這個交戰面積太大的話 也沒有拿到太多的好康 還是選擇撤翠喔 不跟他硬打 這個就是高手的一個思維 反正我就小大小鬧 拖著時間 不要跟你正面對決 保留實力 不要讓自己虧損太多 該停損的時候就要停損 這就是合理的判斷 好那這邊停損之後 有大量草原騎兵回來了 哇本來這邊如果送掉的話 自己的兵量就沒這麼大群喔 而且這邊的 這邊的 部隊組成我覺得蠻華麗的喔 騎士 然後這個騎士雖然是對面的喔 騎士草原騎兵跟洛可 哇打對面這個 騎士的一個 組成軍隊是蠻有優勢喔 雖然這邊送了一小波 那沒有關係 送的都是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本身造價就便宜 再慢慢再來補上 好 這邊再招一下 好那草原騎兵 順便講一下他的造價 草原騎兵的造價是70肉 40斤喔 那比這個劍勇 是多一點點價格的 那黃金上是多了一倍 肉的話才多死而已 但是比 總比這個騎士比起來 還算是 省了大概快一半的黃金喔 因為畢竟騎士一隻 也是要75黃金的 所以這邊40黃金 出一隻草原還能接受 那可能大家不知道 這個草原騎兵 在世紀帝國第一 剛出來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做快的 他的體質非常好 然後造價又便宜 然後庫曼又是跑速最快的文明 所以當時的草原騎兵 每一把 大家都玩庫曼 都在玩草原騎兵 怎麼打都是遇到庫曼 超傻眼的 所以那時候 算是一個 版本的惡夢阿 那時候 連續玩了兩三個月 就有點玩不太下去了 我每一場都在玩草原騎兵 然後每一場都一直在贏 就有點膩阿 所以就 玩到後面 即使你不玩草原騎兵 鞭臉一次會玩 然後你不玩草原騎兵的話 出一局就很高 就有點像現在的許德羅的感覺一樣 但比現在的許德羅更誇張一點 好來這邊看一下正面的硬鋼 正面的硬鋼 正面硬鋼大量騎兵過來交戰 但是這邊 有這個 草原騎兵到後面輸出的效果 所以這邊騎兵 雖然損失蠻大的 但是還是中就體質過一個正面硬鋼 哎呀草原騎兵的弱勢就在這裡啦 體質上 本來上就輸對手騎士一點喔 但也沒有辦法 因為本來草原騎兵的打法就不是該這樣打的 在這邊選擇一個正面硬鋼 結果是高免這邊是沒有受到任何的經濟傷害 正面硬鋼已經飆升到108 但是蒙古這邊還來是體質的關係 正面硬鋼有稍微追上一點點 正面上來說蒙古的壓力是比較大一點的 因為蒙古要打這些習兵是很難打 所以這邊要來侵吃大橫堡了 但是 高免看到 突然正面打不過 本來想要吃大橫堡 還是回去蓋城堡好了 蓋這個規矩 也不錯 高地堡 還有可以守到一塊石頭 好 蒙古這邊大量出駱駝 希望才來閃壓至高免進攻 那如果高免這邊 還在繼續出騎士的話 就會有點麻煩了 並且駱駝也是水流的燈喔 而且都是二攻二防 那比較可惜是 蒙古出駱駝這件事情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 特色跟優勢帶 所以導致蒙古出駱駝的時候 就是有點顯得他真的是很弱勢的時候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你打這種騎兵的時候 你還不如打這個 蒙古土技 更好一點 但你打駱駝的話 代表你真的是逼到真的要出這種東西 還不能自己出寶兵 就代表說你的經濟真的是有點差了 因為經濟夠好情況的話 直接出這個蒙古土技應該是最好的 因為蒙古土技只要一成型的話 打什麼都可以 但駱駝的話就是一個急需的東西喔 就是你一定要出才能守住自己 就只有駱駝 因為蒙古土技要成型才能打這一馬 但是駱駝是極戰力 這樣講大家可能比較好懂一點 好這邊直接一個正面硬銀鋼 草原騎兵到後面直接輸出 駱駝在前面一陣排開 但這邊有大量騎士在發 大概有點被卡到了 你看到後面換人換去 沒在動 但是這邊大量的駱駝跟草原騎兵 一直在輸出 所以導致高敏這一波戰鬥可能會輸掉 而且草原騎兵的疾苦能力非常非常好 這正面的駱駝已經死得差不多 只剩一隻了 但是後面草原騎兵還依舊在輸出 所以導致這一波的高敏戰爭 已經獲得了先進 但是左邊這邊高敏反而是肉之肉嘛 要來騷擾 但是這邊有城堡在防守 那蒙古這邊也繞了一波 想要來挖 來打這邊挖黃劍穿運 但沒想到這邊也該來TC 那這邊可能要先撤退一下 發現這一波正面蒙古打贏了 就開始來轉這個蒙古圖記了 對嘛 該是要出的還是要出的 不然玩這個蒙古 只打駱駝跟草原騎兵是沒有未來的 蒙古圖記終究是蒙古的 最後的王牌 這個王牌是要拿出來 不然就是有點太小貪對手的感覺 好 那與此同時高敏已經到了帝王時代 那帝王時代移上之後 馬上點下了重裝騎士跟二級馬鎧 哎呀剛剛連二級馬鎧沒有點 那時候點這個二級馬鎧的話 這個草原騎兵會更癢 想玩看剛剛草原騎兵是有二攻的情況下 打這個騎兵還是打的沒有那麼的痛的感覺 現在二防一散 然後三防也上了之後 這個草原騎兵的傷害就越來越 越沒有存在感 好那這邊 附盾應該是要被收光了 那正面的話 有個城堡在這裡有點難受 現在還沒有帝王時代 有帝王時代的話巨頭才可以出 不然就是直接上這個BK 工程機製造所 直接出衝車來撞也是可以的 因為蒙古的衝車 我們剛剛有講到 他可以有這個 跑速的加強 所以出大衝車 這跑很快 又撞的又痛 算是我玩蒙古比較喜歡出的一個工程器 但我還是會出巨頭 但還是一樣就是出三炭 那其他就是出衝車 除了可以吸箭矢傷害以外 還可以吸引對手騎兵去攻擊他 當作一個蒙古圖技的漏盾的概念 那本身的話也不太需要出太多近戰單位去防守正面 那正面就給衝車手就好 但這個打法非常非常需要大量的木頭 所以目前蒙古沒有這樣打圓 是因為只是單純他的木頭太少 這邊科技還沒有攀完 這個三級一射化學跟真具必須 只敢按一下而已 大衝車的情況還要在1000肉 這邊升級也是喔 升級這個精銳突擊也是要木頭的 所以導致蒙古這邊很多東西有點綁手綁腳 那剛剛有說蒙古這邊出這個蒙古圖技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不是極戰力 你們看 這個傷害並沒有那麼的好 而且人家真的要來打的話 你的村民還是一定會被騷擾到 所以剛剛出駱駝我覺得真的是 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出的 但我覺得他那一波出的還不錯 然後出完之後馬上又出了蒙古圖技 這個轉兵的策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個是比較 我們一般玩家比較難做到一點 就是我們可能覺得 對方出騎士就一直駱駝一直先就好了 就一直輸到底了 就不會想轉那個蒙古圖技 的情況下蠻多的 因為你還要轉兵啊 潘克基什麼 大部分的玩家可能對潘克基這件事情 會有點障礙 所以導致可能就一直打駱駝 然後導致 對方只要轉個奴炮啊 或者是戳戳 那你的駱駝就會瞬間 大量死去 那就披著了 但是這邊蒙古我覺得轉得非常非常好 其實這邊有大量的田去支持他轉兵 成型之外 剩下這些農田 之外還可以出這個肉馬 因為剛剛提到蒙古肉馬的血量也是有加成到的 所以這邊轉出一些肉馬 然後直接去硬擺 欸真的欸 哇一講就出這麼多啊 這個肉馬肉馬是在哪裡呢 喔在這邊 右邊這邊跟左邊都有一些肉馬想去騷擾 這邊也撈了幾隻到中間來 喔這邊肉馬一直按按啊 好中階城堡爆了之後 有大量的蒙古土器所在家裡 那這邊但是對手在步步進攻了 但是後面有很多弩炮 但是這個弩炮 沒有升級 這個是沒有金罐的 看起來是沒金罐的 沒有金罐的話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威力就沒那麼強 沒有那麼強的話 就沒法當一個主力部隊喔 而且蒙古圖技打工程器是有外傷害的 所以他打這個巨型同時機跟弩炮的時候 是有那個加成效果 你看那個傷害 哇直接一射集火就掉了 哇直接六百斤就這樣不見了欸 所以我才說蒙古圖技真的是 蒙古的最後的王塔 你一定要出 你不出的話就是不給自己機會 但是你要怎麼 你要找到機會出也是個問題 所以這邊蒙古剛剛那波轉進 我覺得相當驚艷 就是這個原因 看似好像很頻繁 但是我覺得這個timing點 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不能馬上直接出這個蒙古圖技 而是要到確保你的領土 真的是可以跟對面硬剛正面 沒有辦法讓對方直接硬剛提起的時候 才可以出這個蒙古技 畢竟成性時間是非常非常晚 好那這邊蒙古點下三級弓跟這個匈牙利清奇兵 大洛瑪就要完成了 洛瑪血量最多文明就要誕生了 但是沒有三級馬凱是有點小傷的 但我覺得血量是比防禦更重要的 所以這個洛瑪還是很好用 來看一下98滴進化之後 118滴 哇118滴只差2滴 就跟城堡的實彈騎士血量一樣 120滴 你只要花洛瑪就可以享有騎士左右的血量 非常非常香 你看底座中才多20滴血贏 多個22滴血 少個22滴 不多22滴 所以這個大洛瑪 這個蒙古大洛瑪就燒出 然後加上這個蒙古圖技 然後再加上衝車 這個毫髮組合就完成 好那這個早炎機也開始研發了 開始下這個BK了 工廠機製造所 來開始研發 剛剛說的重型衝車的研發 還有這些洛瑪可以一直出 剛剛50級片田 還有這麼多洛 這麼多洛就可以洛瑪一直出 黃金的話就會留給衝車跟蒙古圖技 再繼續做一個升級 那這邊蒙古圖技也升好了 8加4攻擊力12 而且拇指環一點 安息靈也點好了 射程的話有7還不錯 而且他的機動器非常非常好 殺傷力也非常強 而且蒙古打馬功的話 還有25%的攻擊速加成 所以這個殺傷力是非常猛的 通常我在跟其他玩家玩的時候 如果我真的那場我要Carry的話 我就會選蒙古 我就會嘗試選蒙古 然後一個人打 打兩家或三家 就是讓隊友當肉盾 然後我先把自己搞好 然後再用這個強大的軍事跟機器 去黏壓對手的一個做法 需要這樣打的時候我就會選蒙古 因為蒙古真的是有一打多的一個優勢在 他的圖技能力 跟他的後續的肉碼進攻 資源能力都非常非常好 而且打正命來說他也是非常強勢的 因為這個蒙古圖技 遇到衝撤也是非常好解 因為通常打馬功最大問題就是 如果對方出衝撤的話 你肉碼如果不夠多 很容易就說這個衝撤就打不爆了 那就一直浪費時間 反而讓你的圖技能時間就更慢了一點 所以蒙古打這個戰術是非常好 你真的要打一個很侵略性的打法的話 選蒙古就對了 好 那蒙古這邊裝甲衝車 要升為重衝之後 這個血量就會突飛無機變370滴血 血量非常非常多 來看一下200 270 不好意思 看錯了 是270不是370 好 370 升好之後了 那裡點下工程器製造所 不是 工程器 欸 欸他怎麼取消了 他是按道 好 沒有他是剛剛研發好 那這邊研發好之後 看看一下這邊 大衝車 開始頂 好 那這邊正面 大衝車 吸引物件傷害 等這邊高面油 直接碰 空兵 直接進點蒙古圖技 等蒙古圖技 殺這個奇異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也是高打滴 那騎士瞬間都這樣融化了 那我們剛剛前提講到 高敏是沒有這個 遊俠的關係喔 所以他的騎兵到這邊 就已經是他的極限了 那這邊就只能出一些 肉馬跟奴兵來做反擊 但是這邊蒙古使出豪華陣型 大肉馬大衝車 還有金瑞蒙古足跡 最搶完美的侵略主殼 就這樣誕生了 而且這個肉馬血量非常多 非常的煩惱 很頑強啦 好 那這邊大衝車 開始1-0 哇 這個血量掉得非常非常的快 哇 只要幾下這個墊子就掉了 好 那這邊大肉馬直接也上來印藏傷害 那蒙古足跡有在繼續出 那就是蒙古足跡的蒙古足跡 對高敏來說出個問題喔 一定要出個戰毛 但是這邊高敏經濟已經要見底了 經濟量非常非常的慘 基本上沒有任何資源可以去頂 點這個防禦力了 你要點防禦的話就沒兵 你要點兵的話就沒有防禦 怎麼辦呢 高敏的問題很多啊 而且正面的話已經頂不住肉馬 持續進攻了 肉馬的血量非常多 一直頂一直送你沒關係 但是這邊高敏打出了巨巨魚 哇 蒙古後面真的打得蠻漂亮的喔 覺得很難得可以看到蒙古打得這麼好的 因為我看了很多蒙古都是中期喔 經濟輸太多就直接投了 打到封建城堡就投了 很少會打到帝王 就當打到帝王也是上了帝出 然後被人家奴炮變神打一波 也直接瞬間投了 那蒙古可以打出這樣的 漂亮轉折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來看看經濟吧 經濟六號蒙古贏 還有史物也是贏喔 那也是多可以朝人騎兵